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第三章的内容 第三章的内容是我们所有Python语言学习的基础 那么我们经常说要学习代码以及要学习写代码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代码以及什么是写代码 那么关于这两个概念,我没有去引用一些经典的定义 因为这些经典的定义可能对我们目前初学Python来说的话 还是略显有一些难以理解 而我给出的这个定义是我长期从事编程工作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这个结论的定义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编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代码 我给出的定义是代码是现实世界事物在计算机世界中的映射 这个概念我们在前年的章节里面曾经提到过了 我们经常用计算机去写代码 我们是为了利用计算机的高性能来解决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要用计算机来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在我们的计算机的世界里面 把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事物和问题刻画出来 那么代码就是现实世界和计算机世界中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说我们说代码是现实世界在计算机世界中的一个映射 那么给出了这个代码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写代码 那么写代码很明显的是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写代码就是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用计算机语言来描述 好那么这两个概念我们有些同学现在听起来还有些朦朦懂懂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我之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最开始 给出了这两个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定义 是因为我希望即使现在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 记在心里 随着你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你会慢慢的理解这两句话 并且这两句话也会对你未来的编码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举两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来理解一下这个代码与写代码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举的例子 就像画家的画画家的画 他的这样的一个取材是来源于我们现实的世界 但是画家会把我们现实世界里的一些风景 还有一些事物把它画到它的画板上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摄影师拍照 这个我们就不再具体的解释了 和画家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画板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胶片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例子 有一款游戏叫做我的世界 那么这个游戏是一个模拟游戏 那么很多的玩家可以在我的世界这个游戏里面 把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 比如说像万里长城 埃塞尔铁塔都可以通通的在我这个游戏里面复制出来 这同样是一种映射 那么画家是用什么来刻画他的一幅画 而摄影师又是用什么来构成他的一张图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画画和摄影来说 他们之间是有很多很多的相同点的 通常来说画家还有摄影师 他们会用光影图形颜色结构等等 这样的一些元素来构成他们的一张作品 然后让你一看到这张作品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那么在我的世界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的玩家会用石英、矿石、水晶等等 这样的元素来构成一座座的房子还有建筑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世界里面 描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些事物 我们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元素和素材的 这样也就引出了 在我们的计算机世界的原理 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基本数据类型的 无论你的代码写的多复杂 它都是由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构成的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这节课作为我们这一张的开篇 大家应该能够猜测到 我们这一张主要讲的内容 就是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